是我們想跟政府作對 其實我們真的無奈 關逼民環 越信任我們越出虧 是不是這樣子 搞得我真的精神分裂了 無奈 精神焦慮 在大稻埕出身 長大的林阿瑜與邱伯伯 一講到大稻埕歷史風貌 特定專用區計畫 既生氣又委屈 痛批柯市府黑箱作業 剝奪市民的身家財產 把這個最重要的容積 放在口袋裡面 馬上送到公展 一個月裡面 我們發生了一個問題說 怎麼搞 你說明會沒有跟我們講容積力的問題 怎麼突然又會在裡面 你無法蓋的容積 你自己去移轉給建商 換了一點錢來去修善你的房子 好 現在市政府自己也在賣容積 他自己賣容積不打緊 你還來打壓我們 限制我們的條件 限制我們的什麼 造成我們容積是無法售出 台北市政府為了保存敵化街的傳統建築風貌 以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區計畫 以百分百轉移容積獎勵的方式 讓所有居民有財源能夠翻修老屋 但柯市府上任後為了統一全台北市的容積轉移條例 因此片面修改專區計畫的規則 容積無法百分百出售轉移 建商收購的條件也變嚴苛 讓準備或改建中的居民突然無所適從 最後只能共同向市府表達抗議 要求市長重新審視計畫內容 做到一半的或是容積性移轉的 尚未去蓋的 這會造成一些合約上的糾紛 他也都沒有想過 他就是執意 執意叫他這麼做就這麼做 我們不斷的抗議也得不到任何的消息 目前大奧城可轉移的容積率已達43% 還有57%尚未被購買轉移 所有居民都期望市府修訂的法案能多點彈性 對於容積買賣的條件也能維持原先的準則 否則將不排除發動更大規模的抗爭行動 看一部大臺美書的新聞 郭正銘 採訪報導